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MASTER 首先呢要感謝喔 大家的關心 前兩天啊 因為腎臟長了 設立 不小心就送急診了 那好在呢 昨天去復診啊 說不是很嚴重喔 所以還能在 今天發片給大家看 這邊還是要告訴大家 要多喝水喔 不要跟我一樣一忙碌就不喝水 或把飲料當水喝喔 因為這個真的是 超級痛的 好 好那今天呢 難得在新產品出來的 第一個禮拜喔 我們就來做一個測試 反正生病也不能做什麼 你說是吧 那因為現在呢 人在外喔 我帶了零件啊 有限 所以呢我們就先來測試 原裝的能耐吧 順便來看看呢 它能夠朝什麼樣的方向來做改造 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這一顆 雙生神槍 我們先一起來看看原裝的配置吧 GO 好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原裝的配置 我們先來看我們結晶盤的部分喔 這一次的晶片跟我們右旋的戰神一樣 是兩個後的血格 對於目前左旋來說啊 是血量最硬的一個晶片喔 那八字鐵滅的形狀啊 是一個Z字 或者是說是一個N字的一個形狀 真的很適合啊 真的很適合啊 放在喔 攻擊力擺在兩邊的結晶盤 這種帶動起來的話 肯定攻擊力會是非常的可怕 我覺得放在小丑上面啊 應該也會有不錯的表現 之後再嘗試放在別的結晶盤看看 看它的表現是如何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下金盤的部分 這是第一次喔 在GT陀螺上面放上鐵的部件 可以預想啊 它的攻擊力一定會是很猛的 而且盤的攻擊點啊 也很尖 除了鐵的龍頭打擊力高啊 旁邊尖的地方啊 也很好勾對方的陀螺 這個地方呢 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邊就是已經有 白化的痕跡了 就是已經有勾不少的陀螺的一個痕跡 那我覺得這個結晶盤啊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喔 就是我們從側面來看 它是一個把對方陀螺 往上抬的一個 Upper的一個形狀 所以要發揮這個特性的話呢 我建議就不要裝太高的軸心 比如說VL軸啊 它比較高喔 就比較沒有辦法 運用到它這個特點 往上把人家撬上去 打上去的一個特點 那其他軸心的話呢 哪一顆比較能夠適合它 我們之後再來做一個測試 好 那我們先來看鐵的部分 這一次的DR鐵啊 也是著重在兩邊喔 這個重量 剛好跟我們的盤啊 做對應 它只要推格鞋啊 就可以跟龍頭直接 好我們看這邊 推格鞋啊 就會完全吻合那個盤的 攻擊點喔 把兩邊攻擊點 打到最高攻擊力的狀態 那這個鐵啊 如果有攻差的話 給小丑啊 肯定會很猛喔 剛好也是兩邊 跟小丑一樣是橢圓形 來做一個對應 那我這顆沒有攻差 裝上小丑的話呢 會掉下來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測試喔 唉 虧你還是四星鐵啊 真是的 居然夾不上小丑 好 那接下來看 軸心 軸心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顆軸心的跑法 有點尷尬 平色的話呢 是在外旋轉 但它的速度真的不是很快喔 斜色的話呢 是在中間游移 然後再出去做旋轉 我之後還應該是會把他給換掉啦 不過這一次我們先來測試看看啊 這個在對戰時的一個效用好不好 好 那這一次測驗的話呢 我有請了一位陀螺新手 來操作我們這一顆神槍 看看呢 能不能夠對戰 改裝後的一個配置喔 好 我們先把它裝起來 閃電盤 滅鐵 晶片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能不能對戰我們改裝後的配置吧 GO A S 1 20 2 4 5 6 6 8 看 6 2 2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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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